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单身,拥抱神的旨意 参考经文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守独身 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 单身并不是一个需要忍受的阶段 而是一份需要拥抱的礼物 单身的人有一个独特的机会 可以全心全意地关注他们与神的关系 以及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 单身的人可以全心全意地侍奉神 探索自己的激情所在 使用自己的时间和资源造福他人 单身能让人与神建立更深的亲密关系 并在生活中充分追求神的呼召 虽然社会可能强调浪漫的关系 但神看到了单身的价值和潜力 祂用独特的天赋和机会装备我们 让我们在世界上有所作为 让我们记住 我们的价值不是由我们的婚姻状况决定的 而是由我们作为神所爱儿女的身份决定的 如果你是单身 请寻求神的指引 将你的愿望和计划交托在他爱的手中 求神赐给你智慧 使用你的单身来荣耀他 投入到有意义的关系中 服侍他人 分享基督的爱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神 感谢你赐予我们单身的恩赐 帮助所有拥有这份礼物的人 完全拥抱他 寻求你的旨意并服侍他人 赐予我们知足 智慧和与你的亲密关系 为着你的荣耀 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去成就你在这世上的旨意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